日前聊双喜爱情电影《爱别离在京首映》 张萌陈明等众主唱两项 新京小花旦张萌因于任险其合作网游 猪仙MV饰演女主角碧瑶 而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近几年在多部影视剧中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更是在最新的武侠剧作《新天龙八部》中 成为新一代的神仙姐姐 可网友对于张萌版的神仙姐姐很不白账 质疑张萌版神仙姐姐没有仙气 还把张萌版说成是乡图版神仙姐姐 对此张萌并不建议大胆接受 我肯定是选择接受 所以说有没有仙气这个问题 那大家觉得如果没有那我也无话可讲 我觉得大家看的都是很片面的 就可能仅凭一张照片或者是一个造型就去说话 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体 在电影《爱别离》中 神仙姐姐张萌陷入了爱情困扰 而在娱乐圈生存的张萌也会时不时被陷害爱情困扰 早前张萌被说成是陈宝国的准儿媳 对于陈宝国儿媳标签 张萌首次面对电视媒体澄清 那后来都被阿说说说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面对宝国老师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也 那一件事情之后就可能就是交流会少一点 对因为不太希望影响他们家的生活 也不想影响他的感情状态 张萌表示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还是很理性 现在就是在接触一个我觉得挺不错的一个人 但是得接触 因为确实是时间久了你才能看清楚一个人 我不想太太太没有考虑清楚就跟一个人在一块 上天张萌还表示因为这部电影自己去了台湾许多特别美的地方 而自己演的角色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忧伤的状态 一边是美景美食一边又要保持忧伤的情绪 张萌笑称进入角色之后 美景美食一切都是浮云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